我們前情提要一下啦 總之就是上週有一個這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這個有所謂的中國籍漁船 然後在京下海域呢 就是越線捕魚 然後呢這個台灣的這邊海巡就是在驅趕 那驅趕呢就是在這個追逐的過程當中 這個船好像就是因為它本身人類很輕嘛 但是它好像要甩開海巡艇的追逐 據說啦 這是目前官方公布的訊息 然後就有蛇行啊 甩尾啊 只有把自己弄翻了 四人落海那其中有兩人 四人都被救起 但是兩人不幸就溺水 就是不幸就就身亡了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在兩岸之間 造成了一些政治上的風暴 那台灣這邊我剛剛以上所述 就是台灣這邊海委會海巡署 然後呢公布的資訊 那還有包括當然說這艘漁船是三無漁船 那行機可疑 那國大辦這邊是就是很震怒 覺得說這是一個惡意的不當執法 那這個網路上面也有一些 這個大陸的公知 然後呢就是群情激憤 然後接著隨即就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就中國海警公布了說要在驚嚇海域 執法巡查 而且未來就是會常態化 這個老師怎麼看這件事 這件事情其實 其實在 也不僅僅是在政府這個層次 其實我會 我會很謹慎的看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是其實 行政或者是政策上面我覺得這個有工房的地方 但是我看到其實最讓我擔憂的是兩岸的人民 彼此為了這件事情 就我們可以看到 就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站在台灣的立場 他會不斷的出來講說 因為我們的海巡 我們的海巡出來執行公權力 甚至很多人會用那個 前一段時間不是有很多什麼 三道猴子的這個 就是你自己飆車警察在後面追 那你自己撞 自撞 那你能怪警察嗎 類似像我們這邊很容易用這個角度去看 那同樣的對岸的人看這個事情的角度又不一樣 他覺得你本來就不應該追 或你本來就不應該執法 而且現在出了人命了 你不能用 不能用 就是他自己活該倒楣 而且他可能涉嫌走私偷渡 或什麼不法勾搭 但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任何的證據 我們也不知道這四個人是不是走私 是不是偷渡 但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 這四個人是人 嗯 那其中有兩個人 不幸因為這樣的事件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對 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 不論他是對岸的同胞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人 即便是我們自己的人 我覺得人命這種事情 中國傳統的觀念就是人命觀天嘛 這件事情本來就不可能善聊 然後再加上 可能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時間點很尷尬 蔡政府即將走入歷史 嗯 而賴政府即將接手 而在這個 到底誰要負責啊 對清皇不接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內閣很多的官員其實已經心不在此 他也沒有 他覺得這應該是之後的新政府要解決的 他現在已經在最後收 可是問題是人家沒有要等你新政府 他已經在打已經在收拾書包準備放學了 那可是可是對岸他需要你一個答覆 但現在沒有人有答覆 那只好對岸自己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找答案嘛 所以這個中國海警宣誓執法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讓我對對岸的執行的方式 一方面就是他們很像把台灣 這件事情很像把台灣放在一個雞蛋放在手裡面 捏他用力的怕碎掉 但是你不抓著又怕他掉下去 所以這個力度的拿捏很難 但是我覺得這一波就是 就是因為在過年期間其實對岸很多 就是放假的時候 那你當然沒有不會像佩洛西來的那一波 就是群情基本 但是這一波你要輕易的平息下去 我覺得也不可能 再來就是有關於就是我們的利潤 就是我們是在我們在金門周邊海域 海巡海巡是在金門周邊海域執法 但是但是你執法的依據是什麼 對所以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國防部民國93年6月7號 依照猛師治第093 因為很長他公告 也就是我們執行的依據 金門地區限制禁止水域 這個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現在就是這起爭議事件發生就在金門 西方 西方接近這個紅線 當然他是在這個禁限制水域以內 發生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我方給的方位是在這裡 然後發生 然後所以就發生這個漁船這個執法追逐的這個事件 那那現在回頭 對方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什麼資格化這個線不存在 這個線不存在 他有什麼法源依據啊 你什麼憑什麼進了這條線之後 我就要給你在那邊追啊 對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看到 對岸海警的宣示就是這樣 他就直接告訴你沒有這兩條線 以前有這兩條線是基於雙方的默契 默契跟善意 所以他們會盡量約束漁民 而他已經約束漁民 所以對岸的福建的漁民如果進了這個 那如果被我們驅離 他也不能說什麼 但現在已經告訴你沒有這個線了 所以當他的 現在馬上遇到的問題就是 對方的對岸的漁民到這裡 如果你再驅趕他 那我的海警船就會見 他的海警船就在旁邊的時候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眼看的就是一定會有衝突 這個衝突 我覺得不會有衝突 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政府 尤其是民進黨執政期間的一個習性 就是我們會當作看不見 對 所以 我們現在開始當作看不見 我們今天 原來中國海警還配備著隱形戰艦 對因為今天已經有 我們從那個船舶追蹤系統 已經有看到中國海警船 其實已經都直接進到這個區域了 而我們的海巡 就是盡量不要出港 目前看 我覺得我們也不是覺得這樣錯啦 我覺得避免衝突還是重要的 只是這件事情 你那未來呢 你是能夠逐漸形成一個新默契 那大家也是覺得很好 樂觀形成 那如果沒有這個默契 那以後都是 你來我退 我來你退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一個大問題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正視 就是兩岸在這麼長的時間 沒有對話的窗口 因為其實這本來就是一件很容易在執法過程遇到的衝突 那你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比如說那我們就來談兩岸共同執法嘛 就是我們的海巡跟他們的海警一起搭配執法可不可以 理想的狀況當然這樣最好啊 沒有這個之前有人提過 但是沒 因為就金門協議之後已經陸續其實有一些年間在推動這件事 但是後來沒有 因為因為中斷就中斷了嘛 那比如說在同樣的這個區域裡面 海域如果遇到海難或意外事件的時候 兩岸聯合搜救的機制 這個也沒有 因為也沒有得談 那常常只要一談到這個 我們就直接無限上綱 這是我們主權的問題 好那你主權的問題 你之前都會去談主權的問題 那現在人家海警船根本不理你的 直接進來裡面執法 那你的主權在哪裡 這時候你又看不到了 所以這是一個閃避不掉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情一定會愚破蕩漾 因為畢竟兩條人命 而且現在人都還在我們的手上 我們要怎麼還回去這個人 對啊對啊 兩個活人兩個屍 兩個屍體都在我們這邊 我們要怎麼還回去 畢竟你還是要 還是必須要有對方一個狀況 那你願意拿什麼東西去跟對方換 民國93年換 化這個限制水域範圍 是大金門地區低潮線向外延伸 東方海面四到六千公尺 南方八千到一萬公尺 你在畫這個線的時候 大陸有同意嗎 那過往可能我們可能說好 我們有實力就你一進來 我小金門跟金門本身 我就我用機槍驅離 我用迫擊炮驅離 那以前可能因為這樣 因為雙方在軍事對峙的時候 那現在 雙方軍事對峙的時候還沒發現 因為雙方各自都覺得整片都是我的 對 所以你知道機槍打得到的位置 就是我的限制海域 那 劃定的時候你 你就是單方面自己劃 然後發一個公告給對岸 你愛看不看 反正你進來我就打 那現在你還有沒有這個實力 現在人家說整片都是我的 對 你有沒有實力 那如果說對岸又出 對岸直接出了一個 把金門劃進去的 那你是要認還是不認 再來是金門跟小金門 一定是跟大陸最接近 一定因為 因為他們離大陸比較近 離本島比較遠 那你在怎麼樣 在這樣子一個特別的環境底下 去告訴金門的人民說 我們政府可以維護你的利益 保護你的利益 那你不能去說你辦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將來後續 都會有很多衍生出來的東西 哪天如果政治情勢發展再惡化的話 哪天金門就變克里米亞也不一定 對啊 我們幾乎可以 甚至 你知道在台灣的一些社群裡面 甚至有些人講說 金門不重要放棄金門好了 我們就要守台灣 對 這是挺台獨的這一派的這樣的說法 他們認為金門人跟大陸比較親 那我覺得 在這些 這些講法或想法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立場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解決問題啊 就是 你未來 未來你如何 在金門上面 就是主張台灣的主權 中華民國的主權 那當對岸也必須要去考慮到對岸 你化成這樣子 其實福建的漁民怎麼出來 嗯 那你中間就必須要經過協調嘛 你有什麼水域什麼航道什麼水道 那兩岸是如何共同在海域上面直保 我們需要保障我們自己 那對岸也要保障啊 對就是你不能我們追他們的 我們追他的漁民 那他追我們的漁民的時候怎麼辦 嗯 所以 這個我覺得 這個還會繼續再演化 你 我們的政府繼續不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是有 主動權就會掌握在各樣的手上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新政府跟舊政府好像 交接的時間 交接時間 然後沒有人要負責 舊政府覺得說 你行你來啊 你行你來啊 那新政府會覺得說 你還沒卸任了 這是你的 我為什麼要幫你扛這個 對然後 然後呢 這個在野黨也就是一副就是 我覺得這樣子也沒什麼問題 再來一講就是 你不是當選的嗎 你不是當選的嗎 表演一下 對啊讓你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啊